家居新风向近在家现场 浦东新区近日在全市首次提出了物业维修30分钟响应 并将此实现写入了浦东新区法规 而在2月底正式实施的浦东新区住宅小区房屋应急维修服务管理的相关规定 还率先明确了房屋应急维修的职责边界 并且要求通过三级架构的流程来落实这一响应速度的有力执行 近阳新村街道的物业维修服务站 服务辖区内48个居委近20万居民 刘师傅有个麻藤堵塞的工站来了需要去安排一下 服务站除了配备常用工具 还有高压清洗机等专业级大型设备 能快速疏通住宅小区总管堵塞问题 在浦东这样的服务站共38个 每个街镇至少设立一个 即使对小区物业力量的补充 也承担基本托底职责 服务站一年的无物业托底小区 大概占到了2000户左右 一年有8000单工单的话 我们这个就占到2000单 浦东有近2900个小区 2023年全年报修工单高达200万余界 区域范围广 老旧小区占比大 因此浦东新区在区应急维修平台和属地物业之间 又单独设立了维修服务站 他们是物业维修30分钟响应 以及分级处置的力量保障 我们的30分钟响应 主要的第一层面 还是在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来提供 物业服务企业处置不了 这时候就可以上升到我们的 接阵的应急维修站来开展响应 来提供应急维修服务 那么如果我们的接阵的应急维修站 再解决不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区应急维修平台 就提供强大的支撑 利用浦东立法优势 新实施的小区房屋应急维修服务若干规定 首次将30分钟响应写入法规 要求急修项目30分钟到现场 一般性维修项目30分钟联系报修人 全面提升速度 此外法规也对三级架构的职责都做了明确 这个春天上海又有新公园可以去逛逛了 启动林公园 胡庄公园 春生公园等11座 第二批环城生态公园带上的公园 向市民开放 使得外环两侧的公园总数超过了30座 是绿化部门介绍 根据规划 外环两侧的公园总数将会达到50座 在此次新一轮建设之前 外环边上有闽航体育公园 闽航文化公园 故村公园等14座公园 第一批建成了7座公园 今年第二批建成了11座 其中包括外环林带的起源地 启动林公园 自然生态又同趣的胡庄公园等 根据环城生态公园带的规划 外环高速两侧未来将总共 兴罗旗部50座公园 今年计划新建公园8座 力争明年年初向市民开放 根据规划 到明年 一大环加五小环的环城生态公园带体系 基本形成 一江一和一带公共空间格局初步形成 努力实现出门5到10分钟有绿 骑车15分钟有景 车行30分钟有大型公园的 城市生态格局 最近洪口区梁城新村街道 复旦小区的居民们惊喜的发现 小区里曾经废弃了一处门卫市 焕然一新 华丽变身为门卫美术馆 虽然说面积只有18平方米 但是里面的内容却不少 看见就非常像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一些 外星文明的符号 包括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些轮子 它的名字叫做太阳轮 洪口高级中学的学生沈子鹏 成为了一名社区志愿者 在休息时间定时来到刚刚成立的社区门卫美术馆 一五位参观者将解展馆的设计理念 寒假期间和休息日 这间位于小区门口的微型美术馆 也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学生参观者 之前我上幼儿园经过这里的时候 都是一个很门卫 很破破烂烂的 但如今感觉这个美术馆觉得 这个门卫的档次就开始上高了 而且非常的漂亮 门卫美术馆的前身是一间闲置了四年的门卫室 一度成为杂物间 去年九月 接到社区学校 复旦小区居民区和社区数纽站合作 决定将这个有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怀旧风格的闲置空间 打造成居民家门口的艺术小天地 经过四个月的改造 陈旧的杂物室成为了展示艺术品的新空间 居民进出小区时 透过玻璃窗就能看到一颗五彩缤纷的三星堆神术 这里正在举办的是以新年神术为主题的展览 艺术品都是以三星堆为灵感创作的 一年会有两到三次的更换 先是艺术家的一些专业的展 那么后续呢 如果我们社区那些艺术达人 会有一些作品 一些摄影的方面的 我们也会根据这个相关的主题来策划一些展览 能够把这个门卫美术馆真正地做到老百姓身边的美术性空间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装修的疑问或者投诉 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2562525 或者扫描屏幕上的看看新闻二维码 进入住家有道专区 和我们留言互动 本节目有上海盛装冠名播出 欢迎回来 好装修在上海 本节目由上海整装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上海电信特约播出 数字新生活就选电信美好家 那今天呢 在我们的演播室当中 邀请到了两位专家 来帮我们一起解读装修过程当中 报价清单的奥秘 其中一位呢 是上海整装工程总监田伟老师 欢迎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田伟上海整装工程总监 国家注册室内装饰高级建立师 另外一位呢 是上海天马设计创始人 史鹏威 欢迎鹏威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史鹏威 上海天马设计创始人 那说到这个新房装修的时候 装修的价格和质量 使业主关注最多的问题 他们往往希望能够有一个 物美价廉的选择 如何在有限的预算当中 完成理想的装修计划 这个秘诀就是掌握一份 清晰详尽的装修报价单 打算在哪里花钱 花多少钱 统统要提前的谋划好 这样的花钱的时候 心里才有底 正在装修的马女士 她就遇到了 施工的时候 师傅临时变更报价的问题 我们来看下面这段VCR 去年8月 马女士新房交房准备装修时 接到了装修公司的推销电话 签订合同后 交了57000元的首期工程款 可是施工第一天 双方就出现了纠纷 我家当时呢 客厅跟卧室呢 都移动墙 我们当时认为 就是住的比较宽敞一些呢 就决定把这个墙里砸掉 装修公司 测量一下 拔墙建墙 一共是8平 他们实际给我测量 拔墙建墙 一共是40平 多出来的费用呢 让我们承担 我们认为 这个事情是非常不合理的 因为这个是装修公司 测量的事物 马女士说 砸墙建墙项目 装修公司按照每平方米 220元收取 前期测量与实际测量的数据 相差32平方米 如此一来 马女士需要向装修公司 另付7040元 对此她表示 无法接受 协商退款 本来呢是8平米 结果呢 没有想得到现场 变成了40平米 翻了5倍 我觉得换做任何消费者 都很难接受 那怎么会产生 这么大的误差呢 横威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直接让他来换一个团队 重新来测量吗 确实要换个团队 因为这个已经是 故意地去进行一些 楼包和漫包 已经不是不专业的问题了 所以马女士 完全不能接受 我们也非常理解 那么报价单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能不能给我们做个解释 我们到现场测量之后 初步与业主搭乘 整体施工的一个设计方案 通过它整个设计方案里面的 施工项目 所呈现的施工的一个清单 俗成报价单 那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报价单是在施工的 哪个阶段 要提供给我们业主的 报价单是在业主 领确好方案 选好材料之后 那么由装饰公司 必须要提供 这一个预算的一个报价单 就在确认完预算之后 我们才会去签订 施工的整体的一个合同 对于业主而言 这就是我整个装修的总成本 所以这个报价单 一般来讲的话 是涵盖哪些重要的内容 报价单涵盖面 其实蛮全的 像人工费 材料费 材料费里面要分 都辅助材料 水泥黄纱 管线 浇水 板材等等一系列 主要材料比如说地板 夹地端 结局 橱柜 桌柜 楼梯 等等一系列的 那除此以外的话 还有我们的软装的部分 就比如说像家具 然后窗帘 灯具 地毯 装饰化等等一系列的 我们叫软装八大件 那另外的话 还包括业主要入住的 必须要配备的一些家电 比如说像那个冰洗冰箱 草地机器人 壁挂式洗衣机等等 组合成一个完整的 一个报价清单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硬装和软装 两个部分 这是清单的主要构成 但是有一个基本前提 就是你的面积有多大 这个测量出来 整个的数据 可能对设计是吗 对 从小益前期的 我们第一步 在跟我们的业主 沟通完需求以后 我们对房子 要进行一个踏勘 去把房子的所有的数据 给它采测下来 其实我们去踏勘的时候 并不仅仅只是看它的尺寸 我们要感受现场的风 感受现场的阳光 感受现场的室外环境 感受空间的尺度 业主未来的生活 等等一系列的 包容万象 我可以展示一下 这个是量化纪录 第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它的结构形态 正常的话是问到物业区药 现在比较多建了二手房 拆完以后再两一遍 才是一个精准的数据 所以说测量的准确性 它等于是保证了 我们报价的科学性 这个是一个正相关 我们怎么样来进行测量 首先的话还是遵循一些方法 我们希望这个方法的话 能够帮助普通人也去测量 先从进户门开始 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 顺着我们的内墙走一圈 去采测我们的一个数据 包括两个等等一些 我们可以分部署 就是有序地去做一些测量 测量的时候要注意一些 下水管道和一些上水管道的 这个位置 比如说窗户 甚至特别是一些飘窗的 它的一个深度 它的一个离地的一个高度 甚至它从离地之后 到顶面的一个高度 包括我们一些门洞的当时的 这么一个基准面的一个高度 包括它的一个 整个门套的一个厚度 墙体的厚度 做一个精细化的一个测量 包括它的一个大楼的一个结构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老房 可能是预支板结构的 那么后期对于这个预算里面 是否需要做这个防水这一项 也是需要做一个提前的一个预铺排 特别是一些二手房老房 在拆除前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它是否后期是需要做一些 加强性处理的 那么像这些项目都是要在一开始 去测量的时候 我们要去找出的一个问题 便于跟业主去沟通这些 所谓的可能产生的一些 个性化的一些项目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肉眼可见的 这些都要进行测量之外 还要有一些有预见性的检测 宁愿过一点也不要不足 这个东西我们作为可选项 并不是说我们勘察出来之后 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后期业主就必须得做 其实在我们节目制作过程当中 经常会收到观众的来电 就是说对于粮房这件事情 面积究竟应该怎么算 是面积以什么为标准 这个是根据每一个装饰公司 报价模式的不同 它其实是有一个 相对的一个基准价格 比如有些公司的话 它可能是根据测量面积 还有一类它可能是 以建筑面积 这每个公司不同 但是它的一个计价规则 基本上是在那个水平线上 可能它测量的面积小 但是它可能单价高 但是它绝对不会去超过 整体计价规则 除了要精准的测量之外 还有哪些坑 要在装修报价单上 我们来注意 接着我们来看下面这个短片 刘女士自从和家人 搬到现在的住址 已经20多年 没改变过房屋格局 10月中旬 刘女士接到了 某装修公司的电话 告诉她 最近公司推出了 全包一口价的装修方案 9月5号那天 她又给我打电话 她说136,800 就可以给我做总装 做好了 然后我直接买家具 家电直接入住 听了介绍 刘女士觉得这套装修报价方案 很划算 没细看就签了字 本以为装修大事终于搞定了 没想到刘女士 所理解的全包 与装修公司 所呈现的有出入 签了这个中规合同 这一块 我没发现什么问题 最后的时候我才看到 它里面有一个 后面一项是避住 各种墙 什么名装 暗装这些 都需要我自己费交钱 刘女士表示 对于装修公司所说的 额外报价的内容 无法接受 刚才这个视频当中讲述的 刘女士她遇到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套餐式装修 我不知道田总在观察的过程当中 认为这个合作里面有什么问题 可能这家装修公司 在签约之前 对于这里面所有的一些条款 甚至可能合同外产生一些增相的一些东西 是不清晰的 我们常规行业里面的一些整装公司 在洽谈的前夕 对于哪些是在套餐报价内的 哪些是可能会产生的 那哪些又是在套餐报价外的 这个必须在签合同之前 必须要让业主这一块要明确 双方达成了一致之后 再去签那个合同 建议各位准备装修的客户 对于所有的施工报价 施工项目 还是要看一下之后 明确好 做一下功课 做一下对比之后 再去签这个字 因为绝大多数的消费者 没有做过任何这方面知识储备 所以导致就很容易掉入陷阱当中 像现在整个行业 它的整装的模式越来越多 它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的 首先整装模式 类似像我们去买了一个套餐 它里面有主食 有一些配菜 有一些分食 有一些饮料 它是满足于绝大多数的 比如它的一些插座 包括登具 一些数量 它是完全能够符合到 整个的一个入住条件 那么可能有些业主 他会觉得 我对于主菜 更有追求 更有要求的情况下 他可能会选择 要配装的一个升级 类似像我们说 一些套餐里面 从中的变成大的 整装其实它就是一个 基本配置的概念 你要需要的话 你可以把增项不断地往上加 那这个时候 你把钱再加上去 就可以了 是的 另外一种就是 我们叫个性化 个性化定制的话 一定是在之前 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 所有的要求和细节 包括物料的选择 施工方案的落地等等 在前期都要把它完成掉 同时的话 我一直不认为 这两个概念 它是相对的 不矛盾 在个性化的基础之上 同时的话 又有一部分 标准化的产品 能够让我去降低 我的这种选择的 这种时间层面也好 精力层面也好 其实是好事 我们一直说一句话 我们要分清需求 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选择这么做 那么像这种 非常个性化的装修 能不能够完美地落地 这个时候又要擦两眼睛 找好这个装修公司了 下面我们看到的 这第三个案例 就是在个性化定制当中 没做预算 没签合同 结果导致出了问题 我们继续往下看 去年四月 谷女士为了重装老房 在装饰材料市场 找到一家全屋快装公司 由于装修费用 是谷女士 与该全屋快装公司 口头约定的 甚至双方 也并未签订任何的装修合同 直到装修结束 谷女士才觉得 超出了预算不少 她跟我们要定金 我们累计给她 转款12.5万 然后到最后 她还跟我们要为款 我们就想说 这12万5到底花在了哪 让她给我们明细 到最后 她给我们明细的时候 发现这些平米数 也大于我们家的实际面积 绝对高于市场价 一倍还不止 除了材料价格 高于市场价格以外 谷女士对材料用量 也很不解 顶实际就用了65.38平 她给我们写的119平 这些都差太多了 还有顶角线 用了79米 她给我们写100米 为此谷女士再次来到 这家全屋快装公司 之后这位装修公司的老板 也对价格和材料的损耗 做出了解释 就是这柜子那价格 柜子 你价格就多呢 1200啊 1200 大家不愿意 您要现在知道 你这么干嘛 卖1000米 对价格 因为服务是没有价格的 设计 服务没有价格 协商好之后呢 咱们去她家里实际测量那些 大概用多少的材料 我们测量了呀 不测量这个树心有这个孩子呀 為什麼現在多出來這麼多 都得多 不是我一家裝修 你現在隨便拿著大喇叭 隨便去擠 它到牆面每個都得多 它甚至不是多一點 比如工人幹的活兒走私了 打個比方說 該拿這邊打你這邊的 這個就不能用的 它是左一個卡通式的 整號相當的高 必須得多定料 多定20%到30% 這個案例是給了我們的一個教訓 橫維怎麼來解讀這個案例 這個看來它是一個全部定制的一個案例 這個理念的話 服務過程當中的話 我其實看到有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剛剛說工人師傅裝錯了 然後把這些成本轉嫁到了業主頭上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責任劃分的問題了 其實都應該是由這個裝飾公司來承擔的 你應該提供符合於這個行業標準的一個验售 這是一個質量的一個交付 還有一個就是容錯值大概在多少 像剛才這位女士 她就是超出了30% 行業有行業的標準 也是一個提前說明 必須要在豪假清單方面出現的 規定的話在5%以內是屬於一個合理的 對 那具體我們說到這個個性化定制 一般來講消費者怎麼樣才能避免那些坑 或者說有哪些坑是有可能存在的 首先我們要選擇一家 它是有一個資質或者是比較有品牌的 這麼一個裝飾公司或者是設計公司去合作 另外我們要明確的施工的一個項目 包括施工項目裡面的哪些個規格 工藝和它的個性化的單價 所以我還是提醒廣大的業主朋友 在做之前一定是要把所有的東西要了解清楚 了解透徹以後 他才能夠去做下一步 因為在很多的問題上面 他都是先做了以後 最終的價格跟原先的自己的心理價格完全不匹配 這是很容易產生這個矛盾 有個詞剛剛說的我的服務是無價的 其實來說的話你再無價 應該有個合適的價格 基本的標準 你高一點也可以說出來 一定是有個標準的 那一定要放在你的整體的一個裝飾合同裡面 就是你的花架模板裡面 千萬切記不要去跟一些公司立民的某些個人 去簽訂一些所謂手工單一類的 而非是公司的一些系統的擊打單 那麼兩位已經說了這麼多了 哪裡容易有漏像 兩位也做一下補充好了 首先就是說最早的梁房 就是業主是需要在現場 最好是陪同我們的設計師 包括我們一些項目經理在現場 要多做溝通 因為只有多做溝通之後 才能發現一些 可能你看不到的 未來可能會產生的這麼一個點 有個非常關鍵的一個詞 拆除 就是拆除標準是什麼 我牆到底要不要拆 拆到什麼程度 拆除地板以後 如果有木針 木針要不要拆除 老的舊的線管要不要拆除 誰來拆除 拆到哪一步算是拆完 對需要提供一個拆除的標準給到業主 把所有的對於比如說拆除前的 外廠的一些保護 電梯的保護 管道的保護 成品的保護 以及拆除的方樣 都會去做一個立定 就告訴業主 什麼樣才是標準 所以說前期似乎投入了很多的精力 有很多的成本 但是後期減少了那麼多的糾紛 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還是性價比非常好的 不管是新房還是舊房 半包還是全包 只有把預算單做足做細 才能夠讓整個裝修的過程不再膽戰心驚 讓以後的生活質量更有保障 正在準備裝修的李女士 來電影向節目組諮詢 在自己跟裝修公司簽訂合同時 對方提供了一份2016年的 房屋裝修合同樣板 不知道這樣幾年前的模板 可以使用嗎 是否仍然具有法律效力 裝修合同模板 版本本身並不重要 在不違反法律法規的情況下 該合同一般都有效 實際上合同模板用幾年 也不是關鍵問題 有效的合同簽署後 對於雙方都有約束力 本節目由上海整裝冠名播出 好裝修在上海 本節目由上海整裝冠名播出 感謝您收看了今天的 朱家有道 下周的同一時間 我們再見